近期有许多民众向基隆市议员反映 家中自来水出现涉度上的变化 甚至暖暖区民众更反映自来水有异味 虽然水公司一区处表示 是因为酒汗不渝导致基隆河水涉度出现变化 水质经过过滤处理后没有问题 不过基隆市议会议员们还是相当担心 自来水公司都把它归罪于天空不下雨 所以没有水 其实有很多事情他们没有彻底的来做检讨 我们的基隆河沿岸很久很久都没有做整治 所以坚国有队那些人都有看 看到这边的轎轎轎轎轎是枯水都没水了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他们没有做好互案的一个整治 最主要不是考察这个环境 最主要是针对于水公司的业务的内容进行 的区处听报告就好了 反应最热烈大概就是我们暖暖区的水质 那我们暖暖区其实是从暖暖进水场出来是在第一区处 那我们直接在区处请那个区处的处长或是副处长做报告 然后我们现场去考察 顺便我要我看可不可以医师组在那边联络我们进那个进水场去看一下 到底是从哪一个进水场出现状况的 而不是说说暖暖的话 我们就去暖暖 我就希望说能够知道是哪一个 哪一个进水场出现这个这样的状况 我们去那个地方考察 安乐信义仁爱 我们这边甚至中正区 我都有收到民众来反映这个问题 所以新山厂那边应该也有可能有状况 所以他们两位厂的就是湘湾同仁也到现场来说明 跟讨论我觉得会比较完整 到底中央在整个基永河他有输进过吗 没有 一定没有 然后我们曾经也就希望能够做栏核验 除水 以后未来缺水的现象会很严重 可是到现在我们当的六屆 从来没有看到他好好的在基永河 促进过 基永市议会议长同志位也支持议员们的提案 在8月14号市议会召开临时会时 安排到自来水公司一区处的进水场考察了解原因 那最近我们基永市发生的这个水质水源自来水相关 不管破管还是水质的问题混浊 所以我们很多议员提案 我们要来去自来水公司进行考察 那我想我会请议事主来安排相关的一些单位 包含自来水的进水场等等的 我们来请自来水公司做简报给各位议员 那我们会要求市政府建立好一个平台沟通 不管是国营事业这个相关的事业单位 还有跟市政府的合作模式 我们接下来会一并的好好的来要求 所以自来水公司 我想会请他们特别来准备好 让我们跟我们的市民做交代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选择